哈喽,大家好,我是Alice 我是做网上销售的 所以常常在store room会接触到很多箱子 灰尘也是很多 导致过敏性鼻炎症的症状经常反复 而且持续时间很长 有时候可以持续几个礼拜 甚至是半年 我少一点处理货物的时候就比较好 可是一旦接近这些箱子 就会来了 有大量的鼻涕 鼻子打喷涕 然后鼻子会很痒 眼睛很痒 嗅觉减退的问题 然后我吃什么都一样没有什么味道 每次发作都一样 去看医生吃药 或者是用鼻敏感碰剂 我自己也知道 鼻子敏感是不容易断根的 医生也是有讲 不能一好转就停药 必须根据医生指导下进行调整 其实这个问题都断断续续很多年了 我自己也是没有想过要靠中医调理 我一直都有吃GKB的益生菌的 GKB的产品顾问呢 知道我有鼻子敏感的控扰后呢 就推荐我吃这个 GKB新移清肺瘾 连续服用了一个月左右 我就感觉到我的鼻子敏感的问题 改善了很多 鼻子塞的问题 还有打喷涕的次数呢 明显减少 好了一大半 鼻子敏感改善后 我做工的半次效率也提高了 之前会一直痒 一直打喷涕 还有做工哦 真的是很辛苦 我真心推荐你们 也很感谢GKB产品顾问 介绍这个产品给我